Social Distancing 即是減少社交接觸 避免聚責 就算要一起工作開會 都要保持六呎距離 這個簡單的動作 可以減慢病毒人傳人的速度 醫護人員說是救命的設施 給我一個簡單的例子 一個確診的人 在五天可能會傳染給兩個半人 30天後就會有406人受到感染 但是如果大家把日常社交次數減至50% 確診的人 五天可能會令1.25個人受感染 30天後就會有15個人受感染 如果大家把社交接觸減到75% 五天就只有機會傳染給0.625個人 30天後就會有兩個半人受感染 這樣真的減慢了很多病毒的傳播 不過大家記住 Social Distancing是鼓勵大家留在自己家裡 而不是去某一個人的家裡開派對 大家自律留在家裡 減少病患人數 也就是可以減輕一班努力緊守崗位的 醫護人員所受的壓力 You stay at home for them 希望達至我們這期經常說的 Flying the curve 即是將傳染病曲線削平 不要再攀升 Flying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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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Flying